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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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会是有多亮 那么激光呢 其实就是将所有的光 都集中在了一点上 输入的电能越大 照射出来的激光也就越强 功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激光笔 7秒点燃火柴头 12秒射穿6层报纸 5分钟射穿猪皮 所以激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有它的一定的危害性 而且要特别注意 它的使用的安全 激光笔买来送给孩子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种危险性 显然是小军的家长不知道的 激光笔是玩具吗 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是激光产品的安全等级 可以分为7类 正规的激光产品上面 都会标明这个安全等级类别 通常就是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 只有一类产品 允许作为儿童玩具 其他类的产品 都不允许作为儿童玩具 那么激光笔的安全等级 是不是一类呢 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些家长 我觉得它不是玩具 因为它本来就会 对小孩眼睛不好 一般不会想到买这种玩具 了解这个激光类产品 它有一个分类嘛 安全分类 不太不太了解 因为有危害就不会去用它 不知道 采访中我们发现 大部分家长都认为 激光笔不能给孩子玩 但对于激光产品的安全等级类别 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激光笔属于哪一类激光产品 怎么看它的安全等级类别 我们购买了两款激光笔 现在在我手中呢 就有两款激光笔产品 那么这一款呢 是我们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的正规产品 有两个地方 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有一个黄色的三角标 这是一个安全提示标 表示这是一个激光类的产品 需要使用者特别注意 那么这一下面呢 有一行文字 三R类激光笔产品 这个是属于这个激光笔产品的 安全等级标 通常在市面上看到的 这个激光笔 都是超过一类的 都不允许作为 儿童玩具或使用的 那么我手中的 这一款激光笔产品呢 它既没有安全提示标 也没有安全等级标 而且似乎有这么一个 安全的提示的一个文字 但是却是全英文的 这样的全英文标志 是不符合我国 激光笔产品的销售规定的 所以说 大家在购买激光笔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个标志 安全提示标 安全等级标 拥有这两个标志的 才是合格的激光笔产品 当然 即便是合格的激光笔产品 也要注意使用安全 像这样 以直激光笔安全等级为3R 属于直视光束有危害的等级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日常中使用的话 要注意些什么呢 激光的产品 它其实是很危险的 它甚至就是 比很锋利的一些刀具 还更具危险性 因为它的危险有一些隐藏属性 我们建议 家长朋友 不要给小孩购买激光笔这玩具 同时自己在工作使用中 也要注意保存 保管好自己的激光产品 要远离儿童 我们还要注意在公共场合 要注意这个激光笔的一个使用安全 不要用激光笔去照射他人 像就是有些粉丝或携带激光笔 进入演唱会去照射台上 或者是照射明星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会给他人造成一个身体上的伤害 实际上我们还要特别注意 不要用激光笔去照射飞机 等飞行器 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 另外在学校里面 就是我们也建议 就是开展这种 那场的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吧 就是让小孩意识到 这个激光类产品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么生活中哪些激光产品 是孩子们可以使用的呢 只有安全等级是一类的激光产品 才可以放心地 让我们的孩子们使用 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iPad 平常我们的孩子会拿它 学习啊看电影什么的 它的背后呢 就有一个激光器 然后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iPad的说明书 上面有明确标志着 iPad为一类激光产品 还有在生活当中 我们俗称为光猫的调制解调器 还有激光打印机 它们也都是一类的安全激光产品 并且可以放心地使用 不会对我们的眼睛 造成任何的伤害 那么在我们的市场上 还是有一些热销的激光玩具的 我们在购买它们的时候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发现在网上 有一些热销的激光类玩具 消费者在购买此类玩具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查看 产品是否属于一类安全等级类别 是否有品牌型号 是否有警告说明 如果没有 千万不要给儿童购买 激光笔不要直射眼睛 不能把它当作玩具 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 只有安全等级是 一类的激光产品 才可以放心让孩子接触 如果您无法确定 激光产品的类别 那为了安全起见 请不要购买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春节马上就到了 那么很多朋友会想着 要吃点炖羊肉炖牛肉 觉得这好吃又能补身体 但是您知道吗 这一类美味却不能乱吃 否则也可能暗藏健康隐患 在江苏扬州大学 附属医院的急诊科 就上演了这样一幕 一夜之间 陆续来了11名患者 症状非常相似 都是上吐下泻腹痛不止 难道是集体食物中毒 但询问得知 这11名患者来自不同的地方 并没有在一块吃饭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检查 原来他们都是胆结石患者 当晚全都胆结石发作了 怎么会这么巧呢 这么多人突然结石发作了呢 通过进一步的询问 医生终于找到了原因 原来这离奇事件的诱因 和他们当晚吃的一样食物有关 那就是牛肉汤 那么一碗牛肉汤 怎么就会诱发胆结石了呢 这是因为牛肉呢 它属于中飘零代谢的食材 那么飘零在我们体内 如果它代谢不出去 飘零升高 它会引起尿酸的升高 尿酸呢 它就有和我们的体内的钙结合 这个时候呢 本身有结石的患者 医视性大量的摄入了 牛肉汤啊 这些含飘零代谢的食材呢 它就容易诱发 这种结石的复发 同时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足话说冬季进补 来年打虎 可能不少人在冬天啊 都会像这样 喝点牛肉汤 羊肉汤 鸡汤 这一类昏汤进补 但朝主人告诉我们 昏汤进补 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除了结石病患者 像痛风和三高人群 也不适合大量喝昏汤来进补 除了昏汤进补 还有一种进补方式啊 在冬季也很常见 那就是中草药进补 比如不少人呢 会用人参当归 做成药膳 药汤等等 那么中草药进补 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了呢 它都要根据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前不久我就碰到一个患者 他呢 他本身是体质比较强壮的 他的女儿呢 给他也很孝心 给他也买了高粒参 给他吃 但他是一种温补的 你阳气本身又很旺盛 你再给他也温补 所以这个时候就打破了他的平衡 他后来牙齦也出血 失眠 他说一个星期没睡觉 这就要补得不得法了 看来中草药进补也不能乱补 否则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那么冬季进补 到底怎么补才得法呢 冬季进补 要根据人体的体质来调理的 一般我们讲体质 常见的体质有阴虚制 阳虚制 气虚制 血虚制 在这几种体质里 可能阴虚阳虚大家听得比较多 网上也有不少教人分辨阴虚阳虚的帖子 比如有的人说要看舌头颜色 还有人说要看这脾气暴不暴躁 那么阴虚和阳虚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们究竟要如何来正确分辨呢 一看形体 阳虚体质的人他是偏胖的 阴虚的人他是偏瘦的 二看面色 阳虚体质的人面色是偏白 阴虚的人面色又偏红 三变寒热 阳虚体质的人特别怕冷 吃了冷东西以后了他的胃受不了 阴虚的人他特别怕热 特别烦躁 像是晚上睡眠总也睡不好 咽喉痛 口干 舌燥 试看舌胎 阳虚体质的人 舌质是淡的 阴虚体质的人舌质是偏红的 五听声音 阳虚体质的人 声音比较低沉 阴虚体质 声音很红亮 看来无论是在形体 面色 还是声音这几方面 阴虚和阳虚都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那这两种体质的人冬季进补 到底该怎么补呢 阳虚体质的人不要吃太凉的 比如说西瓜 梨 这都是偏良性的 他容易吃些拉肚子 胃痛 我们在饮食方面要吃温暖的 我们可以像吃些当归 生姜 羊肉 这样可以温补的 但是曹主任也提醒大家 如果您是阴虚体质 就千万不能这么补了 否则很可能会伤身体 阴虚体质的人少吃羊肉 辣椒 韭菜 姜 蒜 这种烈性的食物 它就容易引起口干 腌干 甚至咽喉痛 甚至是失眠 我们主要是给它一滋润的 滋润的食品 像百合 穿背 杀身 麦冬 玉竹 这些东西滋养的 对那种阴虚体质的人 还比较合适 行走的山水化 缔纷的古村梦 美丽中国 相约江西 江西风景独好 看来在补法上 阴虚和阳虚啊 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 那除了阴虚和阳虚 常见的体质 还有气虚和血虚 这两种体质 又要怎么分辨 如何来补呢 气虚体质的特点是气短 如果您总是觉得 少气无力 说话 上楼梯走点路 都容易疲劳 这有可能是气虚体质 气虚的人我们进步 我们讲有盐 有一个基本的方 是四菌子汤 党参 白酥 芙苓 甘草 可以泡水喝 这是一个补气的 基本的方 血虚体质的特点是 苍白 如果您的面色 嘴唇 眼俭 爪夹 苍白 尤其是女性月经量少 月经延期 这有可能是血虚 我们可以讲呢 会用红枣 桂圆 枸杞 这样的泡茶喝 特别是一些女同志 血虚的比较明显的 可以加点红糖 又可以养血 又可以安神 还可以清干明目的 听了曹主任的介绍 如果您还是不确定 自己该如何进步 没有关系 曹主任还给大家介绍了一款 百搭的冬季进步食谱 不仅可以健脾益气 而且大多数体质的人群啊 都可以吃 它就是山药羊肉粥 下面呢 我们就请大厨来教一教大家 来烹饪这一道美味 首先准备食材 鲜山药200克 羊肉精米各150克 精米得提前一碗泡好 山药呢 用刀碾成泥状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倒水 加入精米 沸腾后呢 倒入山药泥 再倒入羊肉 充分搅匀后 盖上锅盖 小火慢煮四十分钟 最后关火 淋上一勺香油 撒上一点葱花 这样一锅香喷喷的山药羊肉粥就做好了 马上过年了 年夜饭呢 不妨露一手这道既简单又养生的美味 眼看着就要到春节了 这个时候啊 除了亲人团圆 好友欢聚 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各地的传统美食 纷纷登场 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 熏肉 在我国的四川 重庆 贵州 湖南 还有我们江西 那可是在许多人心中啊 挥之不去 家的记忆 年的味道 说到熏肉啊 自然就离不开 烟熏火燎 不过这年关将至啊 关于熏肉 却有一些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故 经常发生 2020年12月7日 湖南省张家介市 慈利县杨柳互乡 项玉村一村名熏肉 不慎把房子点着了 2020年12月13日 江西省宜春市三阳镇 石塘村一村名 在家熏鸡肉 最后引来消防队员灭火 2020年12月16日 湖北省金门市 一居民在家熏肉 大意酿成火灾 2020年12月21日 贵州省德江县一居民房 又因熏肉不当 而化为灰烬 你看看啊 这接连着四场火灾事故呢 都是因为熏肉引发的 太危险了 熏肉未美 切记安全第一啊 大家制作熏肉的时候 一定要绷紧 用火安全这根弦 怎么才能做到呢 有人总结了几句口诀 熏食物遮盖 选择空矿地 油药离火源 距离很重要 熏肉不离人 熏丸火灭尽 还有呢 一定不要在住宅 区域内的阁楼啊 楼顶啊 过道等地熏肉 切莫因为一顿口福 而失去了平安幸福 那么除了制作时的 用火安全问题 关于熏肉致癌的健康话题 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很多人啊 很担心经过熏制的熏肉 会致癌 那么吃熏肉真的会致癌吗 大家的担心 有没有道理呢 熏肉 那么它是通过 腌熏制的一粒肉之类 那么在全球 以及我们国家 有数百 甚至三千年 使用历史 因此它的安全性 应该说没有问题 但是腌里面 它会有一些微量的 本环粒物质 那么这些物质 它有一定的致癌风险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所使用的 熏肉的量有限 那么所以说 这些微量的 本环粒物质 不会引起 致癌的风险 熏肉味美 适量就好 熏肉每天的食用量 最好不要超过一百克 另外作为一种高盐食物 更不宜长期连续食用 特别是有高血压 糖尿病 以及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就更要注意了 专家特别提醒我们 在制作熏肉菜品之前 有一个步骤不能少 使用熏肉之前 那么最好用温水 把熏肉先浸泡一下 然后那些东西把它刷洗 表面刷洗一下 烟里面的一些致癌物质 它主要是吸附在 熏肉的表面 那么这样我们通过 这个温水浸泡和刷洗之后 就可以尽可能多地 把这些本环粒的致癌物质 可以把它清洗干净 食盐 那么也可以通过浸泡 去除了一部分 这样的话 它可以降低我们产品能 和颜量 也可以提高我们 食用的这种安全性 除此之外 用熏肉做菜的时候 尽可能多和蔬菜来搭配 蔬菜含有多种矿物质 维生素和食物纤维 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 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 中和熏肉当中的盐分 吃起来也就更科学 更健康 制作熏肉的时候 注意安全 烹制熏肉的时候 讲究健康 那么挑选熏肉的时候 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现在很多人会网购 各种熏肉产品 这个时候你可一定要 认定产品包装上 有没有SC 这个国家食品生产许可标志 有了这个标志 才是按照国家标准 生产出来的 准与上市的安全的食品 另外很多人呢 还是更愿意去 这个实体店里来挑选购买 看得见摸得着更直观 挑好熏肉 其实就三个字 就是捏看纹 好的熏肉啊 捏在手上 会有弹性 外皮虽然是 你摸起来是阴阴的 但是你在捏的过程中 你看到没有 它是没有水分的 不像那种不好的 熏肉啊 捏在手上 它直接就会有油挤出来的 因为它很湿嘛 没有熏干 好的熏肉丸 其实它是深棕色的 像市面上熏制不好的 就是直接就是用硫磺 硫磺和烟熏是不同的 硫磺它只是花黄 还有一点就是 不好的熏肉丸 因为它没有熏制干 会有霉菌 有黏液 好的熏肉丸 慢慢熏出来 就会有一种自然的香味 云桂川那边的熏肉 会有一种淡淡的 那个柏树香味 和橙皮的香味 但是像芙兰的熏出来 就是大部分是 油糠和木屑的香味 如果说你是用硫磺 就是短时间的 把表层熏一个 对不对 你一闻 你就可以闻到 猪肉本身的那种腥味 用心挑选 小心制作 科学烹饪 适量食用 这样吃熏肉 才能给我们带来 更加健康的身体 带给我们更浓 更香的盐味 好生活放心过 如果观众朋友想 回看本期节目全部内容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放心吧生活 官方微信公众号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